硝烟成功吞噬陨落星炎突破到斗王巅峰 美杜莎与吞天莽的灵魂顺利融合 斗破苍穹最新第41集预告放出 虽然陨落星炎将硝烟拖入至天坟练起塔体 但好在要老不惜以沉睡的代价用古灵人火保护硝烟 而内界中的地灵丹也随之融化成为灵液 在慢慢滋润硝烟身体时终于让它逆风翻盘 不仅正式练化的陨落星炎实力还突破到了斗王巅峰 从最新预告来看能够斗气化以后的消炎 在几个回合内就抓到了陨落星炎的本人 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将其吞噬 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也经受了一定的痛苦 但最后成功将陨落星炎与青莲地星火融合 使得焚绝功法再次进化 而与此同时美杜莎女王也没闲着 她本想凭借自己斗宗的实力强行破开封印逃出去 但奈何陨落星炎的星火制考 刚好克制灵魂尚未稳固的强者 不过美杜莎也算是因祸得福 在星火的作用下她的灵魂正在不停地融合 要知道一直以来美杜莎都在与吞天莽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那么这次之后消炎也不需要再炼制熔灵丹 陨落星炎间接帮助美杜莎成功融合了灵魂 这里很多人会好奇那七彩吞天莽会不会就此消失 其实小彩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消炎身边 那就是借助萧萧的诞生 萧萧的眉心处有一个七彩蛇纹的印记 当初吞天莽的灵魂便聚集于此 而萧萧之所以出生就能踏空行走 也正是借助了七彩吞天莽的力量 只不过刚恢复的美杜莎身体较为虚弱 而消炎也中了陨落星炎的后遗症 两人双双都中了邪火精神状态开始有些模糊 按照原著来讲美杜莎应该是被动的一方 但动漫却对她做了一定的改变 可以看到消炎主动牵上了美杜莎的手 而她也没有丝毫拒绝 整个过程相当的暧昧 从两人的眼睛中就能看出这正是星火的副作用 由此可见她们完全就是双向奔赴没有别的意思 其实这样的改变也挺好 毕竟若是完全按照原著来 消炎的人设就会有所损伤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